第二十三题跳水选手在踩板上先先轻一蹬 弹起后落下如右图左所示 落下后双脚踩住跳板再用力一蹬如右图右所示 他自弯曲的跳板上弹起然后纵身入水 关于此过程的叙述下列何者最适当 从选手第二次弹离跳板至落水期间 他的重力未能越来越小 我们晓得第二次弹离跳板 他会先弹起来然后再落下去 弹起来的过程他的高度会增加 重力未能会增加 所以A选项说他的重力未能越来越小是错的 B在选手被弯曲的跳板往上弹的过程中 跳板对选手做工是对的 因为这个跳板会失利给人 然后往上有失利有位移而且有平行 所以表示有做工选项B是对的 选项C选手落水瞬间所具有的动能都是由跳板的弹力未能转换而来 我们晓得跳牌里我们的水面有个高度差 所以我们的人有一个重力未能 所以他的动能有一些是来自他的重力未能的 选项C说都是由跳板的弹力未能转换而来是错的 选项猪在选手使跳板向下弯曲的过程中 选手未对跳板做工是错的 因为人会对跳板失利 然后还有弯曲有位移 有失利有位移同时有平行 所以表示有做工 所以选项猪说没有做工呢也是错的 所以第23题问我们说 关于此过程的叙述下列何者最适当 我们答案选的是B 在选手被弯曲的跳板往上弹的过程中 跳板对选手做工 别就想要 同» 백脱点